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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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亲其亲 掌其掌 而天下平 天下平的道理就在眼前 却偏要往远处寻求 天下平的事情极其容易 却偏要从南处着手 只要人人亲爱他的父母 尊重他的长辈 天下就可以平治了 平天下的道理非常简单 就在眼前 只要人人亲亲敬掌 各尽人伦之责 存呼呼人者 莫良于毛子 毛子不能掩其恶 胸中正 则毛子撩烟 胸中不正 则毛子冒烟 听其眼也 观其毛子 人烟寿灾 观察人的正邪 没有比观察人的眼珠 更好的了 眼珠是不能够掩饰他的恶念 心念正 眼珠就明亮 心念不正 眼珠就歪邪 听了他说的话 再看他的眼珠 人的正邪又怎么可以隐藏呢 言以达意 目以传神 言为心生 目为心影 善恶正邪往往都从眼光中流露出来 所以观察人的方法 就是观察他的眼珠 老师 眼珠也能看出那么多吗 这就是孟子的像人术 和江湖术士摸骨看相不同 要有人生的经验累积 才能有这种观人的经验 做到知人知名 需要很大的智慧 懂得见貌变色 才能亲君子远小人 离随友尽异友 男女瘦瘦不亲 离也 扫腻 原之以守者 拳也 纯于坤问孟子 男女不可以随便有身体的接触 这样是不是礼法 是 这就是礼法 那么嫂子不小心掉到河里去 要不要用手救她呢 如果嫂子掉到河里 而不去救她 简直就是豺狼 男女不可以随便有身体的接触 这样是常理 嫂子掉进河里 用手去救她 这样是一时全宜 现在百姓的痛苦 也像是掉到河里面一样 先生不肯去救他们 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天下的百姓所受的痛苦 是需要用刀去救他们 嫂子掉到河里 用手去救她 救人和救百姓 需要用适当的方法 既是救助天下 要用正道 以道救事 必先令自己合于道 不可以用一时全宜的措施 老师 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天下间的事情 都有它本身的法则 当我们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 就不可以因寻旧有的法则 而不肯变通 不过我们也不能借改变 守旧法则为名 逃避英守的法则 这个就是扫逆 原之一守 故事的道理了 人之患 再好为人师 人最大的缺点就是 那我来教你啊 你应该这样这样 喜欢做他人的老师 喜欢教导别人 自信自满的人 喜欢去教导别人 所以不会再有进步 为学不进则退 这样麻烦就大了 就是学无止境 不可以自以为是 喜欢指点别人 其实是出于自信自满 和自大的心理 教导别人是需要负责任的 而且自以为可以教导别人 他已经不再谦虚求进步 那教导别人的时候 免不了误导他人 这个才是严重的问题 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为吴后也 君子已为游告也 不孝的事情有三件 一 阿语取从 现亲不义 二 家贫侵劳 不为禄事 三 不取为子 决先祖赐 其中以绝世的罪名为罪大 代代相传灯火不绝 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父母当然希望 有后人延续繁衍 如果连这么简单的希望 也不能达到 这样是罪为不孝 当然养育子女 责任重大 养耳不教 令子女误入歪道 令父母蒙修 也属无孝 惠儿不知为证 岁十一月屠岗城 十二月与梁城 民未病涉也 君子凭其证 行辟人可也 焉得人人而记之 故为证者 为人而悦之 日益不足矣 郑国大富资产 治理郑国的时候 用自己所坐的车 在冬天里 载百姓横渡 真伪二水 这些都是小恩小惠 毫无远见的方法 怎么不趁春耕之前 先把行人渡河的桥修好呢 然后在秋天收成的日子 再修建给马车通过的桥梁 这样才是有远见的爱民政策呀 在高位的人 只需要把正式办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